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韩国人觉得这圆圆扁扁的模样就像臭虫味拍扁 所以还叫它臭虫饼 而且很奇妙下雨天会特别想吃 飞越半个地球来看比利时平民美食有三宝 深受小朋友喜爱的比利时松饼 不说你不知道还有派系之分 圆圆扁扁有格子的烈日松饼 吃起来酥脆扎实 而方方正正的布萨尔松饼入口蓬松绵密 不过无论哪一种比利时人钟爱的都是原味 加了巧克力和鲜奶油 可是观光客才会吃的 再来第二宝呢是香喷喷的薯条 到底是哪一国的特产 比利时说是他们的 比利时政府正积极向联合国申请 把薯条列为世界遗产 让全世界知道薯条是比利时的 而且蘸酱不只有番茄酱一种选择 蛋黄酱塔塔酱和芥末酱琳琅满目 就连德国总理梅克尔来开欧盟峰会 都要趁空档来一份才行 比利时人的最后一宝 就数喝咖啡必定来一块的巧克力 街上的专卖店林立 还定期举办巧克力展设立博物馆 除了对制成严格要求 专卖店也都要全年控温在18度C 让客人尝到最完美的可可香味 主要是记者江远真 江金叶 综合报道 满脸鲜血 双眼茫然 这张叙利亚男童欧姆兰 在空袭中受伤的照片让人鼻酸 成为叙利亚内战苦难的象征影像 但照片里看不见的是男童死去的亲人 以及无数条因内战而牺牲的无辜生命 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统计 叙利亚政府军和反对派交火五年来 夺走超过40多万条性命 联合国难民署估计约有700多万人无家可归 400多万人沦为难民 期间各方多次达成停火协议 却形同据闻 战火从来没有停过 联合国再次出面发出人道危机警告 促请交战各方 至少每周停火48小时 这次遭到空袭的叙利亚大臣阿勒坡 是南童欧姆兰的家乡 2012年来被反抗军和政府军分割为东西两方势力 2015年在俄罗斯军队介入下烽火不断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 目前住在阿勒坡东区的25万人当中 约有10万名儿童 受害最深的还是这些无辜生命 Josha综合报道 联合国大会即将开议 我国驻美代表高硕泰日前出席 美东华人学术联谊会时 首度就联大开议提出我方应定方案 他说台湾踏实外交 过去是一步一脚印 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 而现在凭台湾的实力 应当提升为有意义的贡献 过去我们强调是一个有意义的参与 那么我们现在认为台湾 现在的实力跟资源 跟我们2300万同胞 这方面的高度的期望 我们希望做有意义的贡献 高硕泰强调 台湾在世界发生天灾及地震时 有能力且一不容辞的贡献 因此期盼在专业性和功能性的 国际组织中 能有意义的参与 并得到最好的安排 而谈到台湾希望参与 今年国际民航组织大会 高硕泰说 台湾不管是区域及国际上 都是不可或缺的角色 因为国际飞航组织 牵涉到飞航的安全 那么每天每月每日 那么台湾在有关于飞航的安全 合作管制方面 一样在区域性全球性 有它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 另外对于台美间的互动 高硕泰表示 之前蔡英文总统和陈建仁副总统 获勤美国 美方以安全舒适便利尊严等原则处理 反映出台美之间坚实有利的关系 中央社记者黄兆平 纽约报道 中央社记者黄兆平 台北论坛基金会董事长苏奇 日前应泰国中华会馆邀请赴曼谷演讲 分析新南向政策 以及当前的两岸关系 他呼吁两岸都要更自我克制 相当不容易 因为背后有一个中国大陆的阴影 所以台湾考虑新南向的时候 不能够只考虑东南亚这些国家 还要把大陆因素考虑进去 因为这些国家每一个都一定会 都会把大陆看得很重要 那两岸关系 其实我觉得蔡总统 目前最能够解套的办法 就是想办法在台湾跟大陆之间 找到一个共同点 那假定说一个中国不行 假定说九二共识不行的话 那我会建议蔡总统或者民进党 从中国人是不是中国人 是不是两岸一家亲 这个角度来切入 苏启承认国安会秘书长 他指出一个中国九二共识是政治语言 但两岸一家亲是老百姓都听得懂的白话文 若以此为基调 相信两岸在政治经济问题 甚至是新南向政策上都能解套 中央社记者刘德苍曼谷报道 酒后驾车不仅自身危险 更可能危害其他用路人性命 根据美国加州警方统计 2013年全美因为酒驾而致死的人数 超过一万人 为了杜绝酒驾肇事 洛杉矶警方上个周末 实施扩大酒色领检 宣导酒后不开车 警方预计可有效降低 两成酒驾肇事 根据加州法令规定 年满21岁以上的驾驶 协议中酒精浓度若超过百分之零点零八 初犯可罚款三千六百美元 监禁六个月并吊销执照四个月 但若已是累犯 最高可罚款一万八千美元 并永久吊销执照 另外加州交通安全办公室 也设设计了免费下载的手机应用程式 让饮酒后的驾驶 呼叫汽程车代劳接送 其方便又安全 主要社记者曹雨凡 洛杉矶报道 日本和俄罗斯因为北方四岛争议 长期以来关系紧张 二战结束七十年来 未曾签过任何和平条约 也阻碍两国的经贸关系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2012年上任以来 不断尝试改善日俄关系 双方也曾多次会面 商讨签署和平条约相关事宜 本月26日日俄双方代表将再度磋商 为9月初两国元首会谈铺路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世新闻资讯台 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张雅婷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